大家好,说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 将重新豁免352项同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该规定适用于2021年10月12号到2022年12月31日之间进口的中国的商品 为什么包含着2021年10月12号呢 因为我们知道海上航运是需要时间的 尤其是到美国,时间比较长 再一个呀,美国的很多货物呢,都堆积在码头之外 因为产业链被破坏的比较严重 所以很多货物啊,没有办法及时卸货 所以日期上就要滞后很多 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中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你也很难说它是胜利 归根结底啊,还是美国自己没有办法 用毛主席的话讲,帝国主义是不讲道理的 他但凡讲一点道理啊,都是没有办法了 对吧,所以他就不得不讲道理 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胀是非常严重的 美国通胀啊,主要就两个领域嘛 一个呢,就是油,汽油和柴油 二一个呢,就是商品,尤其是基础商品 所以美国的油的通胀呢,是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嘛 那商品呢,主要就在中国啊 在俄乌冲突之前,石油价格还不贵的时候 那时候就讲,那美国要解决通胀问题呢 还是需要中国的 但是,对吧,你这么搞,就要怎么当的事呢 这次豁免还有日期啊,豁免到今年年底 对吧,他现在通胀了 他需要解决通胀问题 就给中国豁免关税 再给你限定个日期 对吧,我今年给你豁免一年 如果明年通胀解决了 我接着加 如果明年通胀没解决,我接着 我接着,对吧,继续豁免 这还是以老美为主啊 老美还是高高在上啊 这还是老美牢牢的掌控着主动权啊 根据老美自己的需要 想加就加,想免就免 这显示不行的啊 所以吧,只能说我们 这个贸易战到现在啊 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而这种胜利呢,是反击式的啊 反攻,也理解不成反攻 就是反击式的 而且这个反击呢 目前也不能说是有多强吧 只是说呢,美国给你上了个套 你把这个套呢,暂时松了一下啊 但这个套始终还在的 对吧,所以也很难说是赢了 或者是赢多大啊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既然现在美国没有办法了 让他不得不讲道理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他讲讲道理 增加出口关税啊 你这边免了呢,我这边给你加上 对吧,增加出口关税 因为中国的商品 美国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所以关键时刻吧 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俄罗斯啊 该缩哈的时候就要缩哈 否则的话 似乎还是这个 对吧,养人之鼻戏啊 还是要听美国怎么讲啊 对吧,人家说给你松一松 你就松一松 说给你紧一紧,你就紧一紧 似乎主动权始终在人家的手里 人家始终牵了一个链子 对吧,想瞪就瞪,想松就松 这显然对中国来说呢,是非常被动的 非常被动的 而且这种事情也很难丧失喜败 说成大胜或者是赢了吧 我觉得也很难啊 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下中兴 那么在应该是昨天啊 我们看到美国法院有一个判决 这个很多媒体讲中兴大胜或者胜了 其实也很难说中兴胜了 我觉得没有胜 甚至还是失败的 败的挺残 就是结束了中兴2017年开始的 五年的违规的观察期 只不过就是结束了你的观察期 那在这五年当中 就把这个中兴呢 罚款了8.9亿美金 同时呢,又交了十多亿的保证金 累计呢 这个中兴啊 这个损失了22.9亿啊 就是罚款8.9亿 加上保证金 一共22.9亿的啊 保证金是13亿 对吧 现在保证金还在人家那儿呢 就是说 就是 你这个五年观察期结束了 你给我交我13亿的保证金 对吧 你这个暂有违规 我就扣你保证金 目前是这么个状态啊 那这五年 对吧 美国的官方进驻 还给中兴拍了个探上活 与此同时 中兴的高层呢 全部大换写了 全部大换写了 对吧 都按照美方的要求 得进行了大换写了 也就是现在的高层啊 对吧 都是美国进驻了太上活 加上美方的要求 进行了大换写了 那基本上 对吧 要不就是听美国人的 要不就是和美国人勾连很多嘛 也就是说 美国人达到他的要求了 对吧 这个一个呢 就是中兴 交8.91的罚款 二一个呢 现在交保证金 三一个呢 整个高层团队啊 都给你换了个遍 都给你换了个遍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美国派出了太上活 撤出去了 然后 对吧 然后那个 宣布观察期结束了 观察期结束了 这只能理解成一种刑满释放 只能理解成一种刑满释放 我觉得这种刑满释放 对中兴来说呀 依旧非常的屈辱 对吧 也是一种大败啊 你很难理解成胜了 所以我们有些媒体啊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姿势水平啊 都这么个结果 怎么能算是胜了呢 而且中兴这五年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都很清楚啊 前面也说了 那最终你都按照美国的要求 对吧 该罚款罚款 该交保证金 交保证金 该按照人家的要求 该高层大换血就换血了 那么你把你 没法达到目的了 这只能理解成是一种 刑满释放了 刑满释放了 最终呢 人家的要求呢 也都达到了 也都达到了 对吧 所以这两个事情啊 一个是豁免关税 一个是中兴 只能说吧 在对吧 贸易战打到今天啊 有一个阶段性的 阶段性的这么一个小小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正面的反馈吧 但是也算不上胜利 尤其是中兴这个事情 更算不上胜利啊 这个事情啊 看来还是输得很惨啊 我觉得还是很惨 非常惨 你看最终的结果 又交钱 又交保障金 高层大换血 人家只是宣布 对吧 你的观察机结束 结束了 保证金还得交呢 对吧 稍微不慎 稍微出问题 保证金继续扣钱 对吧 继续 继续高层 继续换人 对吧 这个东西还是这个样子呢 还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中兴好像也是国企吧 我觉得还是 惨败啊 还是惨败 对吧 反正是没有胜啊 我没看到哪胜了 但我也没看到哪赢了啊 很多时候丧事起办不好 这个贸易战 这个阶段性豁免关税也一样 也一样啊 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反击吧 对吧 但是也不能算是胜利啊 除非给美国加了出口关税 对吧 加出口关税的同时呢 意味着啊 中国在争夺商品的定价权 那如果啊 没有任何加出口关税 或者争夺商品定价权 主动加价的行为的话 其实主动权还是在人家手中吧 人家只不过是瞪着个链子 瞪着个狗链子 想松松就松松 想紧紧就紧紧 不能说人家给你松一松啊 宣布我今年先不加关税了 对吧 你就觉得我胜利了 这不是的 完全不是的啊 完全不能这么理解 这么理解就是非常的荒诞的 那么这么理解的话 其实不行啊 因为贸易战呢 目前看还是以美国为主的 美国还是掌握着绝对的 控制的局面的啊 美国还是控制局面的 对不对 他想加就加 他国内通胀了 对吧 国内通胀了 他想免他就免 而且免还给你带个日期 对吧 如果通胀解决了 他继续给你加上 因为他都带有日期的呀 都带有期限的呀 并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关税的问题 我觉得什么也没解决 对吧 什么也没解决 主动权还在他呢 这两个事啊 其实看起来挺好 其实详细的分析下来 详细看究下来 其实并不怎么好 并不怎么好 这两个结果都不好 非常不好 对吧 中兴这个事情 什么才能算拉个平局呢 就是把首先这个 罚的款罚了就罚了 保证金是不能再交了 对吧 这个保证金不能再交了 这个事情 对吧 制裁了也就制裁了 就拉倒了 但是以后不能再听你的了 对吧 做不到这一步 说实话 连平局也没办上 这个贸易战一样 除非关税悠久取消 否则的话 其实主动权还在人家那边嘛 还是美方说的算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呀 不管中兴这个事啊 还是关税这个事 嗯 中国还是要给美国加出口税的 你免是不行的 我还要加出口关税 加25%还是有少 最好给它加50%左右吧 让美国的商品的价格 进一步的飙涨 进一步的飙涨 最终实现个平局呢 就是永久的撤出关税 这是个平局啊 永久的撤出关税 只是一个平局 甚至也不能算平 因为这个加关税本身就是无中生有的事 人家无中生有给你整出个牌来 你让他撤掉了 也很难说着平啊 这也是西方一贯喜欢干的 无中生有自己搞出个牌来 对吧 自己搞出个筹码来 然后你为了让 然后他拿着这个筹码跟你谈判 他等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筹码 你却要拿实实在在的筹码呀 那这种事情怎么办呢 对吧 你也得拿住个筹码 就像人家说了 他给你加关税 对吧 加进口税 你加出口税 对吧 空对空 实对实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